这就是莫菲的早餐 我是谭教楼民 209年5月28号星期四 星期四的时间我们谈教育 绝大部分时候都是谈教育 偶尔我也会安排一些人物的访谈 不过今天我们既访问一个我很敬佩的人 同时也谈教育 上回我访问他 那已经是去年的事了 那集的访问 我很意外 是我最近这一两年 我在做这么多的访谈里面 那我觉得听众呢 回想非常热烈的一集 许多人听完了之后 大家也深受深受感动 然后也又想起了 就是说台湾曾经有过这么一号的 不像政治人物的政治人物 这个人叫王建轩 前监察院的院长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是财政部的次长 或者当部长 这个人一路清廉耿介 而且在自己的原则 原则上面 那坚守不退 那非常的困难 尤其上一集 我曾经分享了一些 我认识的私底下的王建轩 我觉得一个当过部长的人 可以过得这么的平淡 平淡到仿佛他在这个地球上 所有的一切的努力 所应得的收获 他仿佛都可以放弃 不是只有他 包括了他的太太 他们夫妻两个 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一对couple 好 那这种的 这种的无私的情怀 许多人我遇到过 做慈善等等 坦白讲 大部分人对我来讲 可能都只是一种 那当然有善心 有善心 但是也有保留 也有表演 可是在王建轩身上就不是 好 我倒不是为了 我要访问王建轩的时候 我必须讲一些场面话 我讲的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那今天我再访问王建轩 因为他的爱心第二春 文教基金会 他也有这样一个 五子西瓜的 像我们谈了很多的 五子西瓜的事情 这一次呢 我们来谈教育 那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的创办人 前监察院的院长 也是我最敬佩的政治人物 王建轩 王院长在我们的线上 院长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你刚刚把我说的太好了 我现在脸都是红的 没有关系 你不在线上 没有关系 所有吐槽王建轩的事情 交给他太太做就可以了 我在不久前 因为我好久没有看到 看到就是院长夫人 我好久没有看到 苏法昭老师 所以那天 有一天我无意间 虽然是我太太在看电视 她看了非常久 她看到李斯端先生的大云食堂 访问王建轩院长 访问苏法昭 苏老师 当你们两个出现的时候 我的焦点就不在你身上 在苏老师的身上 那一集除了 除了看到你们都很好 然后也好久没有看到苏老师 发现苏老师 仍然能够侃侃而谈 在旁边 就是成为王建轩的定海神针 旁边 就是可以随时 有效的补充 王建轩院长的所有的发言 我觉得那个间谍情 情深是异于言表的 好 那我们回到 回到这个 就是说爱心第二孙文教基金会 我们谈教育 你的爱心第二孙文教基金会 在教育的推动上面 其实从1996年 这个基金会就已经成立了 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的时间了 这二十几年的努力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基金会做了什么 然后你还想做什么 对 这个刚刚主持人说的很对 今天你们谈教育 我倒希望你们节目多谈几次教育 不一定是访问我 因为教育是最伟大的慈善事业 台湾几十年前的时候 国民所得大概一百块美金 那现在已经两万多迈向 三万的方向来 我们日子好过多了 这个中间最主要的都是靠教育 我们台湾的教育 以往办得不错 现在有一些问题在出现了 那教育是最伟大的慈善事业 政府的预算花在教育上 永远不嫌多 所以国家要有人才 我们将来才有高科技的产品会出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这个爱心第二孙文教基金会 是我跟我太太苏老师 还有好朋友 超过五个慈善基金会 这个其中 今天您刚刚提到的爱心第二孙文教基金会 这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的钱哪里来的呢 是我当时选立法委员在台北市 我当时谢谢大家的后来 我第一号票当选 是的 我比陈水扁还多两万多票 两万多票可以当选一个立委 所以很谢谢大家 他说大家捐给我的钱也很多 捐了三千多万 后来做立法委员用了 还有剩下来 把这个钱就捐出来 就成立爱心第二孙文教基金会 所以这个基金会表面看起来 是我捐的钱成立的 实际上是因为 大家捐钱给我选举剩下来的 那这个钱剩下来都是 各位包括现在的听众 当年你有捐钱给我 你那个钱也有一部分是在这个基金会的成绩当中 所以也要谢谢各位 那刚才这个主持人问到 说我们这个基金会做什么呢 你看名字就晓得 叫文教基金会 文教基金 文教基金就做教育 做教育 我们现在教育的方向很多了 我们现在集中的力量 是在做原住民 大家晓得原住民 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省级情节 说不是闽南人 各家人 你是瓦青行 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人 通通都是外来的 只有原住民 可以提到说 我是原来居住在台湾的人 真正的台湾人 对 所以这个地方是他们的 说老实话 那么现在他们的处境是比较差的 所以我们要去关心爱他们 我们要爱他们 方法当然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就是教育 我们如果帮助原住民的孩子 教育都能够读书读得好的话 他们不需要我们另外帮他什么 他就自己可以 我曾经看过原住民的孩子 原住民孩子很聪明的 大家注意到 那么他的孩子 他大学毕业了以后 哎呀他就是跟我们过得一模一样的 他不是所谓困难的一个族群 所以我们就帮他 那现在做了几十年以后 当然慢慢发展了 就比较广一点 我们现在做的最多的地方 就是在花莲和台东 这两个地方原住民最多 但是我们现在不单单是原住民 就是弱势的团体 那在台湾还有哪个弱势团体呢 不是原住民 譬如说是米南人 外甥人 各家人 这些的人 他也有单亲家庭 也有困难的 也有男的孩子 我们也帮他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现在外来的移民很多 很多人从印尼啊 其他地方 嫁到台湾来 嫁到台湾有相当多的 很不幸的离婚了 带了孩子 也是非常的困难的 他们的孩子的教育 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呢 都是在做这几个方面 简单说 都是做的弱势族群的 原住民 台湾的人 以及这个外来的移民等等 那这里面呢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 我们做的 都是单亲家庭 很奇怪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不是要做单亲 我们是要做弱势的 他们困难的 但是你做了以后呢 这些弱势困难的人 中间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单亲的 所以这个单亲的这个问题 在台湾 我们大家要去注意 所以尤其 环境差一点的 生活差一点的 这些夫妻啊 你们一定要想办法 把你们的婚姻 搞得很和谐 我们虽然生活困难一点 但是我们是恩爱的夫妻 我们一起把孩子培养出来 可能我的孩子将来 也出来做部长 甚至于选总统 我们做大企业家 大的教授 科学家 你的家庭 马上变好了 所以我就在这里 体外之后呢 要奉劝我们很多的家庭 经济困难 稍差一点的 或者不是差的 都要把婚姻搞好 婚姻是一个社会的基础 婚姻制度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第一个社会组织 就是婚姻 我们婚姻搞坏了的话 孩子单亲家庭 像我刚刚讲 我们照顾的 百分之八九十是单亲家庭 但是我们并没有说 我们只照顾单亲家庭 不是 我们就照顾弱势 弱势一来 里面百分之八九十是单亲家庭 可见的这个单亲家庭 在我们社会里面 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夫妻的婚姻 我们没有好好的照顾好 其实影响到我们下一代 这些孩子是无辜的 所以我们婚姻上 可能发生问题 或者快要发生问题 我们这些朋友啊 都要注意 一定要把婚姻搞好 不单单是你自己好 你的第二代 你的孩子 不要让他们陷入单亲家庭 那种的痛苦 好 当然我也 我也无意去 去把就是单亲家庭 因为现在单亲的比例很高啊 对 那把单亲家庭呢 搞得很沉重 让他们觉得 好像被贴上了标签 那到底是弱势容易单亲 还是单亲容易弱势 这个呢 还需要更多的这些呢 社会分析 不过在实务上面来讲 那因为总体来讲 台湾的经济 尤其在王建轩离开了 离开了官场之后 台湾的经济 真的就变得不好 不好了之后 其实很多的弱势家庭的生活 越来越辛苦 这件事情 是台湾过去20年里面 我觉得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好 那因此呢 就说被迫时的 当我单亲的时候 我非工作不可 双亲的家庭有个好处 就是有的时候 爸爸工作 妈妈呢 可以多花点精神的照顾小孩 可单亲家庭就不是 他就可能变成是隔代教养 他也可能变成就是 妈妈呢 虽然呢 或者爸爸呢 勉强带着小孩 可是其实每天自己工作 忙得要死 根本没有机会呢 去好好的带孩子 好 那这些呢 除了从 从这种社会问题的角度 去思考去解决之外 教育现场的当中 这些单亲结构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啊 你现在所有所有的 就是说你们第二阵的文教基金会 要帮忙的这些孩子 你们你们不可能去进到他家里面 帮他解决单亲的问题 那你们怎么帮他们呢 对刚刚这个主持人讲的很对啊 在很多我们并不是 呃要帮助单单单亲 我们才要 不是的 我们是帮助弱势的 那我们刚好来的弱势的里面 百分之八九十啊 是单亲的 所以单亲当然不一定就弱势 不过呢 单亲容易变成弱势 那么刚刚您讲的很对 各代教养 那教养啊 在这个原住民当中 特别的明显 因为很多原住民的爸爸妈妈 他们到这个大的都市啊 还有盖房子的地方 他们去在那个地方 因为房子一盖 要盖一年两年 他就逐工地而去 他们的家啊 夫妻两个就住在工地的这个房子里面 然后就在工地的外面啊 烧饭啊 什么的 他就在来生活 他就变成租金不要钱了 你知道吧 那孩子呢 孩子就留在家乡 请了祖父母啊 来带 那祖父母 常常也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啊 能够来教育这个小的孙子啊 这些 这些小的孙子这些呢 就就乱了 回家他也不做功课 然后放学 四点多放学 就到街上去 和你们抓鱼啊 街上跑啊 去玩啊 就搞这样 对 这样的隔代教养啊 常常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不能讲隔代教养都有问题 但是是比较会出现 我刚刚讲的这样的现象 嗯 那么这样现象也出现了以后 就非常麻烦 没有啊 譬如说从小学开始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对象啊 都是小学为主 然后初中 第二步 高中的我们几乎没有去再做了 那这个小学的这个部分啊 我们做的情况还不错 做了以后啊 帮助他们以后 有一些很好 他们就能考上 不是考上 初中都是分发过去嘛 他就分发过去 就跟得上了 那从前呢 有一些 我们没有介入的时候 那他就隔代教养 他也都 小学毕业 他都给他毕业啊 毕业剩初中的时候 那简直一塌糊涂 他就完全跟不上 跟不上 他当然上课的时候 你在讲数学 讲英文 他好像你在讲外国话一样 他根本听不懂啊 他就偷偷的就溜走了 不上课了 不上课就变成我们讲的 中错生 这就严重了 学校说 你的孩子啊 你的孙子没有来上学 好几个礼拜了 家长说 习惯每天都去啊 这么都没有了 就是中错生 中错生在外面呢 就会变 变就会被朋友带坏 这个很严重的是 第一个带坏什么呢 就变成会吸毒 有人跟他讲啊 安非他命啊 这个没有关系了 你喝一吃一吃 果然精神很好 好啊 再来再来 吃多一点 不吃就不行了 你知道吧 这个时候他就跟他讲了 这个很贵的啊 不能再给你啊 你要买啊 你买很贵啊 没有钱啊 这个没有钱呢 他就做坏事了 就去偷啊 就去搞啊 这一套的东西 然后就有大的孩子带他 说没有关系啊 你去卖安非他命啊 你去卖 卖的又赚钱 赚的钱就可以买安非他命啊 他就到校园啊 到去推广 又去找对象 就这样蔓延 就是校园吸毒的情况 有的地方就非常严重 这是我们国家很大很大的问题 所以政府的人员 必须要特别注意这个 让我们民间有爱心的这些慈善机构 也要特别注意这个东西 一吸毒这样的话 一辈子都完蛋了 这样 那女孩子呢 稍微成熟一点啊 就被人家带到色情场所去了 那也是就完蛋了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这个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呢 就在这一方面来做 我们现在做的一个东西呢 他们叫做补救教学 这个补救教学很重要 就是说有的孩子啊 他必须在小学念五年级 他生到五年级 可是他的程度啊 只有三年级或者四年级的程度 他五年级的课课 他根本听不懂啊 他已经跟不上 每次考不及 考不及课就更加没有兴趣 就换到那一面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到我们这个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 我们办的这个补救教学 他放学了四点多就到我们这边来 那有时候我们给他吃一个便当啊 等等这样啊 我们有专门的老师来教 这专门老师现在很难找 很多人现在台湾啊 有的富有了 你叫他晚上啊 或者放了学下课还要来教啊 他们都不大愿意 我给你钱啊 钱给的也跟学校一样 他也不要 但是我们都是拜托他们 要献爱心啊 为了我们孩子啊 为了我们同胞好啊 有些人有爱心 就来参加这个东西 那他训练呢 补救教学我刚刚讲 他在念五年级他程度只有三四年级 补救教学我们不叫五年级的课 我们叫四年级的课 把那个四年级的给他拉上来 很快拉上来呢 他在到五年级上课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听得懂了 考试呢也可以考六七十分 那不错 也变成这样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补救教学很重要 补救教学我们当然是抓几个比较重要的课啦 比如说国文啊 数学啊 英文啊 抓这几个平常孩子比较觉得困难的一点的课 这个效果不错 但是呢 也是啊 也有的时候也很灰心 花很多力气 拉吧拉吧拉吧 而且拉到最后的时候呢 啵咚 一下子好像线断了 那又完蛋了 所以这个是要社会上 让我们大家都一起来注意的 嗯 好 当然这个是 这个其实是从 从这个爱心第二项文教基金会1996年成立以来 你们经过20多年的工作 你们会感受到的这种的 尤其在原住民的这些这社群里面的普遍的社会问题 他在如果以族群做分裂的话 那原住民的这社群里面这种情况可能会特别的明显 一张他们的人口数不多 他们大概50多万 对大概大概就50万左右 然后呢又分的非常非常的散了 所以要针对原住民朋友们的有系统的去去去提供一些呢 来自于就慈善团体的协助 其实还蛮困难 因为台湾的说说大不大说小还不小呢 你要你要你要把人力资源要投入到原住民的社社群里面呢 去有效的运用 那个呢其实其实真的是有些困难 好那那那你们你们食物上面怎么怎么做呢 就这些的孩子 对等到出问题再来救就来不及了 那当希望呢在他们的遭遇到就是说呢 学习的困难家庭的困难 就很快的就能够介入去帮助他们 那那你们食物上面怎么的怎么做怎么去找到接触到这些孩子 这个主持人讲的很对的 我们不要等他们很困难了再来补救教育 拉巴拉巴 开始的时候就让他不会落后 不就是很好吧 是对的 但是现在的状况呢是 我们已经看到在各个学校各个地方 都有五年级 五年级我举例啊 可能六年级只有五年级的程度 五年级只有三四年级的程度 这样已经出现 我们现在不去拉他怎么办呢 所以在这一块里面 刚刚你讲的很对 我们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像现在有一个东西的参与 很明显的 这个新冠肺炎 这个发生了以后 企业界的情况非常糟糕 现在大家如果去注意到 像我们有些企业界朋友 情况很惨啊 用惨来形容 到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都不知道 很多都是在好像要倒闭的边缘 那个样子痛苦不堪 那么因此 你可以去想象 像我们这个慈善机构 公益机构 要靠人家捐款的 那个捐款就不来了 我们今年的 这个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 就在这一方面啊 很辛苦啊 那个办的人 这个董事长啊 这些人 他们都很有爱心啊 他们自己都捐了很多钱的 那今年啪啦一下子 简直看不到底啊 捐款的情况非常明显的减少 所以 因此我们 大家如果真的爱台湾的话 像这个 新冠肺炎来造成经济的这种的苦难啊 迟早他也会过的 但是怎么度过这个难关啊 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 像我们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 我们可以努力去做补救教杰 做客户指导 我们可以做呀 但是如果没有银子进来 他就没有办法嘛 就做不下去啊 那怎么弄法呢 所以刚刚我提到一下啊 我们这个基金会叫财团法人爱心 第二春文教基金会 所以很多人问我 所以这个王先生啊 你们叫第二春啊 是不是跟人家说 离婚啊 或者配偶过世啊 你们在介绍媒介啊 是仲介啊 让人家在婚姻第二春啊 我笑笑不是不是 我们的目的不是这个 我们第二春是说 这些苦难的人 孩子们这些 得到我们的帮助 哎 他的成绩又跟上了 是 然后到初中成绩 他又考上很好的高中 大学毕业 哇 他有了第二春 对不对 原来他 枯木逢春 对 那另外我们 这些帮助他的人呢 我们也有了第二春 哎呀 我平常就是9点上班打卡 5点下班 就打到现在都快退休了 我一辈子在干什么呀 哎 我今天参与到这个教育工作 帮这些苦难的孩子 哎呀 他们经过我的帮助 现在他们都念高中 都念大学 哇 真的不错 这我们也有了第二春 这两个第二春 都是因为我们有爱 有爱 这叫爱心第二春的这个 这是我们的目的 主要我们不是做什么婚姻介绍 对 不是 没有 因为因为你当初 你当初取名的时候 就容易产生误解 因为又有爱 又有第二春 大家当然会觉得说 这是个婚姻介绍所 大家都会觉得 你在安排相亲 好了 但那其实并不是 爱心 爱心第二春呢 是刚刚呢 王建宇院长 特别解释了一下 你要 第一个要知道 要成立五个基金会啊 现在要成立基金会不容易啊 那个要光成立五个基金会呢 那个基金呢 就要非常多的钱 那王建宇院长呢 他基本上是个不留钱的人 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他和泰的苏法钊 他们都觉得OK 生活 他们的生活的生活 要求的 要求的 生活的水平 对不起 我这样讲可能不太礼貌 我都觉得你们 你们生活的 好简单哦 简单到 我觉得不可思议 好 然后把这些钱呢 都拿去呢 做这种的公益活动 所以呢 希望这些的公益活动呢 能够达到公益的目的 能够达到他原始设立的目的 他需要更多人的投入 我进了广告 广告回头了之后 我继续访问呢 王建坚院长 待会一点点时间 我向王院长呢 可以呢 可以呢 可以自己说明一下 就说 因为基金会的钱 永远不嫌多的 那需要的人力呢 志工呢 永远不嫌多的 你们 你有没有什么呼吁 希望大家怎么可以呢 去帮助 或者呢 能够投入到 你们的这些呢 基金会的 所有的服务里面 进广告 回头继续访问 王建坚院长 请稍等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楼 那今天礼拜四的时间 那我透过电话连线呢 访问前监察院的院长 爱心第二村文教基金会的创办人 王建坚 王院长 当然他不是只有这个爱心第二村文教基金会啊 刚刚王院长提到 他有五个基金会 光是这些基金会的工作 以及基金会的管理 他就是一个 一个蛮大的工程 我记得 我之前有有讲过 在美国前几年 在大学里面呢 普遍开设 而且很夯的课程 就是非盈利组织的财务管理 那这种非盈利组织本身呢 如何能够有效的管理 发挥了这个非盈利组织呢 当初呢 筹募善款的最大的效能 这已经是大学里面呢 非常非常热门的课程 好 那王建坚 王院长呢 就推动的这些的非盈利组织的 就是社会服务工作 今天我们把焦点呢 摆在教育上头 那院长刚刚已经说明了 他在教育上头 尤其是在原住民的这些的社群里面的孩子们的教育 是一个刻不容缓 而且非常长时间的问题 好 院长 我先把题目拉回来一下 就是虽然你成立了这些基金会 虽然基金会也一直都常态性的运作 那虽然也有很多的这些的服务人员跟志工的帮忙 你们还需要更多的志工吗 当然需要啊 尤其我们在花园 台东啊 做的这个补救教学里面 我们需要很多志工啊 那这些的 这些志工平常 平常你们 你们到哪里去接触这些的这些志工 我相信既然 以你现在在做的工作来讲 你还是 你还是需要 需要更多的捐款 更多的志工的投入 那这些人跟钱在在哪里 这些人啊 台湾 台湾是一个爱心的地方啊 台湾你看有的事 报纸一灯说 哪一个可怜的事 就一堆的就是捐款的 普拉比亚都出来了 所以现在要想 发动台湾的爱心 大家捐款啊 那机会不是没有 但是像你们媒体啊 这些就很有关系 如果媒体 不要一天到晚就 报那个八卦的东西啊 现在一天到晚就 就是在报那些八卦的东西 那么能不能疼一点 摆命啊 多报一点爱心 台湾的人民是有爱心的哦 台湾应该是一个爱心之导 多多报就可以 像我现在啊 我已经都82点几了 快83岁了 你还算那么清楚 还82点几 好OK 然后 对啊 我还有社护线癌啊 我是癌友啊 哪一天再见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都努力在做 我不是说我做好 我真的拼命做 我现在一年的演讲啊 最多的时候一年 2015年 我讲276场 嗯 276场 2018年 2018年去美国 洛杉矶 55天 讲了104场 太厉害了 都没有钱的啊 他们 太厉害了 没有啊 他们要给养费 我都不拿的 我说你 去做爱心 上帝还有给我一点棺材本 我还可以用 嗯 那么飞机套都自己出的 我这样讲 不是说我好 就是说我们各位 听众朋友当中 你们有很多 比我更有力量的人 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想想 我们手上还有一点点的钱啊 我们应该做什么用 我们留一点棺材本 想来想去应该够了嘛 对不对 那还有很多的钱 你留下来做什么 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你钱能够带着走吗 带不走的 所以全世界现在70多亿人 没有一个人会留下来 简单说 大家都会走 说到坦白一点 叫大家都会死的 嗯 时间不一定会造就一个伟大的人 但是时间一定会造就一个老人 时间一定会造就一个死人 嗯 所以我们一定会被死 有一天你们一定会看 这个我们唐向龙也会报告 顺便报告一下 那个上我们节目的那个王嬷嬷 昨天走掉了 你干嘛讲这种事啊 不要难过啊 我一定有那一天嘛 各位比我年轻很多也有 想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对金钱的看法就不一样 如果我们拿这个钱 能帮助那些可怜的孩子 原来他要变中错神去吸毒 原来女孩子走到色情场合 因为我们去帮助这个补救教学 那大家捐钱多一点 我们帮助人数就多一点啊 对不对啊 那这样那些孩子都变成有未来了 你想到以后你会不会很高兴啊 会很高兴的话 这人去要爱要留在世界上 我在外面演讲都讲这些 但是呢有一点啊 我在外面演讲 我绝对不去跟人家讲 我在基金会捐款账号是这个啊 请大家按这个账号汇款 我从来不讲 为什么我的经验 讲那样效果有不是很大 听到你讲的这个东西以后 他觉得好啊 好啊 有道理 我要捐款 他呀就去上网去查 查你这个财产法人爱心第二春 文教机 我一查就查到了嘛 电话地址啊 账号啊 有了 我们这种经验有 人家就会捐进来 我在各地演讲几百场啊 都是这样的效果 有的效果很高啊 有人一捐捐好几百万 有人捐好几百块钱 那个无所谓 这个加起来就很厉害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中间 如果对我们台湾 你还有一些爱心 希望我们台湾变成更好 希望我们在生活在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 你们日子都好过 而且有些家庭困难 我帮助他的孩子 孩子面书出来 他的家庭整个改变啊 嗯 你都往这方面想 你的口袋的钱 你会自然会拿出来的 嗯 好 当然不只是口袋里面的钱 拿出来的问题 我 我在看你们爱心 爱心第二春基金会的工作的时候 我比较 比较担心就是说 你们的志工够不够多 够不够稳定 因为这都要非常有耐心 而且我相信的大部分都会是年轻人 那他们必须要投入这种的三地服务 就是到原住民的部落去服务 因为终究你迁就孩子 比孩子来迁就你好嘛 那这些呢 在推动上面来讲 第一个人力够不够 第二个在食物上面来讲 这些的孩子们 你们在帮助这些孩子们 他们持续的接受你们帮助的比例高吗 最后就是说 你们有应该有一个有一个评鉴 那这些帮助 接受你们 你们帮助的这些的孩子 他们在课业行为上面 真的有显著的提升改变吗 这个话呀 讲很老实 都说有改变 但是大部分有改变 少数的部分 改变的非常的很明显 我们看了非常高兴 那多数呢 就是有改变 但是没有达到我们讲的 哇 那么样子好 但是也有极少 少数的一部分 在底下的 搞来搞去也拉拔不起来 所以有时候你会很泄气 就是大概就是上中下吧 这样的情况的分布啊 是有的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好的那种啊 坦白说 我们心中啊 真是心花路放 你知道吧 大概那个最底下拉不起来啊 我们有时候真的很气馁 但是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我们没办法希望啊 通通每个都很好 也不可能每个都不好 都不会 总而言之 我们把这个精力投入进去 和好朋友如果献爱心 来做志工 来捐钱的话 大概你们的捐钱 透过我们这样的机构 我们不会乱来的 这个机构来做的 大致上功效是可以预见的 大家可以放心 我们很欢迎啊 这个听众朋友 不管你有没有捐钱 你跟我们接住 你可以来参观 看我们补救教学 我们究竟怎么干的 那你来看一看 那么我们非常欢迎你们 你们来看 跟我们接住 我们也会跟你联系啊 说到什么地方来 我们怎么接待你 我们带你去看 让你会去了解 补救教学多数都是在晚上的 傍晚 晚上这种时间 那各位如果到花莲啊 台东啊 这地方来 这地方观光啊 玩玩啊 顺便来参观我们一下 给我们一些指教 指教啊 我们都非常欢迎 很多次啊 听这样讲 你会好像有那个感觉 但是当你看到以后 你就完全不一样 嗯 好 我要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 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 我问一个 不直接相关的问题 院长可以可以可以告诉我 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样的力量会让你维持着 这种的淡薄 但是又又又非常有生活力量的感觉 嗯 刚刚王建轩提到了 王建轩院长已经82岁多了 点多了 快83岁了 这已经台湾人的平均的余命 大概在80岁 王建轩都已经超过了 可是当你知道王建轩每次还 每天还是从早到晚工作个不停 那个动力呢 从哪里来 我猜想我如果到你这年纪的时候 我可能我心态都已经在一个等死的状态 我何必做这些事 可是我就觉得你一直都还非常有活力 生活的很淡薄又很有活力 你怎么办到的 进广告回头请教王建轩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南家罗 民国809年5月28号星期四 好今天我透过电话连线了访问 爱新第二层文教基金会的创办人 前监察院的院长 王建轩王院长 我是很诚实说 他 他是我最敬佩的 不只是政治人物 他是我最敬佩的人 那他的 他的生活 长时间跟太太两个非常非常的淡薄 把两个人当公务员 当部会首 首长 那也曾经参选过 所累积的所有的财富 这些的财富 他们几乎全数的都已经捐作公益 好 这个很难 但是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到了82 23岁 你听王建轩讲话的时候 他的那种生命的热度 仍然是这么的强大 这怎么办得到的 王院长 这个主持人 你问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就是说一个人 不一定讲我 他有很多人做爱心 你像比尔盖茨 你看他捐款多少 对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美国不是要杯葛他 捐钱吗 美国捐的是第一多 第二多是谁 就是比尔盖茨 你想 他能够这样 他的动力从哪里来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动力从哪里来的 就问 比如说问 建天兄 你做这爱心 你的动力哪里来的 我讲一个动力 可能大家听不太进去 我的动力 我觉得这一切 都不是我自己 有多大的动力 是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导引我这样做 这只手就是我们讲的上帝 上帝 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有信仰 我这么讲 我真的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另外 冥冥中有一种力量 说你要应该这样啊 你应该要这样啊 应该这样啊 就是那一只手 一直导引 一直导引 那一只手说 买房子多漂亮 不要了 这个有时候 这个钱拿来帮助穷人好了 哎呀 你要怎么样 哎呀不要了 这个钱拿来帮助穷人好了 但就有一只那个 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啊 在导引你来做这个 你没有 你没有怀疑过上帝的存在吗 我从来没有 皇帝法 那现在 那个主持人啊 你现在为什么会讲话呀 你为什么会讲话呀 谁让你会讲话的啊 你妈妈教你的 爸爸教你的 那怎么会讲话的啊 为什么我们有眼睛啊 有鼻子啊 会呼吸啊 为什么有空气啊 没有空气就死掉了啊 没有水也完蛋啊 没有太阳也完蛋啊 太阳阳光水从哪里来的啊 只要你去想一想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你都会看出神的手在那个地方 你看一条小的鲸鱼 在那游游游游游游 它为什么这样游啊 我们人掉到水里面 一下子就会淹死 那个鱼在水里面就 很快乐 那鱼你不给它水 它就死了 我们人给它很多水 在水里面 我们就淹死了 为什么是这样啊 为什么 为什么一大堆 为什么 问到最后 就是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嘛 是这样讲 那另外呢 我要讲的一个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想到有一个叫做 贾伯斯 他现在五十年前已经癌症 过世了 这个贾伯斯 他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呀 我在做很多重要的决策的时候 要不要干这个 要不要投资重要决策的时候 他说有一个因素啊 我一定会考虑到 这个因素就是我自己告诉我 我有一天会死 各位亲朋朋友 你听懂哦 你要去想 像我现在八十三岁了 人家说买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很好啊 大概可以用八九十年啊 对不起 对我根本没有感觉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不会用到八九十年 是不是 我看到另外一个房子 已经三十年了 大概还可以用十几年 二十年 比较便宜 我如果买房子 我就会买这样子 你考虑这个使用的年限 你不会考虑那个 所以记得贾博士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是很聪明的人 他说我做任何一个决策的时候 有一个因素 我一定会考虑 就是我告诉我自己 我会死 比如说你现在手上 说有台币一百亿 那你已经八十多九十 身上又有这个癌 医生说你运气好的话 大概还有半年吧 请问这个时候 你有一百亿两百亿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这个时候有人说 哎呀你捐一捐 我们可以做什么 你说好吧给你吧 从前你不捐 你现在会捐 你知道吗 因为你想到死了 这个死亡 任何人都不可以带走东西的 曾经有个人讲 这个灵车 就运棺材的这个车 灵车的后面 一定没有搬家公司的车 不会把你的家 都搬到天家去了 是的 没有了 所以想到这样的话 我就应该帮助那些可怜的人 点亮他们的生命 我会很快乐 你知道吗 所以像现在 我们把钱捐出去 或者很累啊 在做一下 但是我们的心中是快乐的 因为我看到好多 我们接受我们帮助的人 啊能站起起来了 生命被点亮了 我们心中那个快乐 是难以想象的 希望大家都来帮助教育的工作 尤其爱心第二层 对于这个 不救教学的这些弱势的做 希望大家都能给我们关心 你们关心 你哪怕是捐了什么一百块钱 我们都非常感谢的 好 我希望大家有听到 王念俊院长的呼吁 他一直是一个非常有神明力 而且很无私的人 那其实很难 虽然他刚刚讲的上帝 虽然我不是基督徒 可是对于能够 能够从信仰当中 得到这么大的能量的人 我发自内心的佩服 好 感谢今天呢 在透过电话连线呢 接受我们的访问的 也在呼吁呢 大家能够呢 能够呢 多资源参与 爱心第二层文教基金会 他们在投入到呢 尤其是偏乡的 弱势的 尤其以原住民的家庭的 担心家庭为主体的孩子们 他们的这个就是说 教育的协助上面 那这些教育是翻转弱势呢 最好的途径 所有的这些的 这些讯息细节 或者如果你要 你要你要参与 你要捐款 那你都可以在网络呢 先搜寻了 爱心第二层文教基金